HELLO 各位好,又回到囚禁之館 好久都沒有玩過了 所以我就要玩了 還有因為有新遊戲推出 所以我要盡快搞定這個遊戲 好,如果這個記憶正確的話 就是說阿忍已經死了? 沒殺,你沒事吧? 阿忍?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剛剛恢復了意識 多得美莎及時帶來的草藥 麻煩你了,好不好意思 沒什麼 好,這就是居民的鎖匙 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我手中出現了鎖匙 難道是睡覺? 不過是美莎,然後拿到鎖匙 感覺有點奇怪 在哭,為什麼哭? 沒事,美莎 對不起 各位好 你們將我的兒女全部殺光 你們以為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咦? 美莎引出你們 雖然到現在好像很順利 但美莎絕對不會從這個宅內出去 這是肯定的,媽媽 鎖匙被欺負我們都不可以認輸 讓你們看看我們一家的真正實力 下一瞬間 什麼? 突然麗莎的樣子出現了什麼變化? 這事文好文好 不妙 麗莎變成了一個巨大怪物 哈哈哈哈 看到這個無藥的人沒有一個可以生存 怎麼辦? 哈哈 你們接望的表情真是令人匯美 哈哈 他們好像嚇到傻了 現在震驚的話太早了 什麼? 沒錯 這個還未是媽媽的完全體 咦? 媽媽 不用客氣 我開動了 居然吞死了木辣 吞死了我 吞死了我 吞死了 還是有機會因為模擬器問題 正常如果不是模擬器 應該是模擬器問題的 我相信 OK 口疾 如果不是我手機難接駁的話 我都想用回手機玩 因為如果以後的模擬器剷掉的話 有機會不見了 我又要重新玩過百次 如果它有什麼DLC的話 那就是說我又要玩多一次這個遊戲 假設這遊戲有DLC 而它的條件可能要爆個機才行 那就是說我一定要爆多一次 才可以玩DLC的內容 OK 按一按應該就行了 是不是按得太快 所以輕輕的 究竟最後會怎樣呢 不清楚 開動了 吞死了木辣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一理就可以再次提升力量 哇 這個醜八怪究竟是那個媽媽 這個是 來吧 讓我們開始快樂地狩獵 好啦 阿忍被人捉住了 哇 這個阿春被人捉住了 已經被人捉住了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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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十分抱怨,不要看廣告之後更精彩 技能精準射擊 精準射擊... 嘩,回去了 第五章,囚禁之館 先看看 怎麼會這樣,阿仁阿春 被我按起來已經吃了 你都放棄了,一輩子都不可以離開這裡 因為你什麼都做不到,美莎 美莎,好好聽我的話 還是你連媽媽的東西都不聽 媽媽,你又想捨棄我 那個時候你做出拋棄我的舉動 拋棄了媽媽 我們是兒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員 從現在開始在這裡將會保護你的孩子 停手 她是我的很重要的女兒 你在這裡說什麼 她已經這麼瘋,而且滿身傷痕 美莎,你說什麼呢 美莎,媽媽一直都很珍惜你 很溫柔 那個... 快點說 我啊,很討厭媽媽 如果不存在就好了 你打算捨棄我 明明只有美莎,你是我的依靠 很久以前開始就被媽媽稱之為瘟神 一直在罵我 罵她帶來不幸 每次喝酒都要捱打 都要被你拳打腳踢 甚至連充量都不讓我充 在我校都罵我臭,一直被大家欺負 我忍夠受救了,好討厭啊 我不喝酒,原諒我吧 求求你,不要 至今為止,你講了好幾次 每次都違背了諾言 你的孩子我就帶走了 之後由我們來保護她 停手,不要啊,美莎 你又要令我不幸,求求你 不要留下一個 剛剛是 那個怪物在逐漸靠近你 真是說媽媽 哼哼,你到現在才注意到 不要啊 又想走嗎 又想走嗎 好啊 那我就慢慢逼到你走投無路 你不能走 這些劇情的奇怪 嗯,這裡是 好,黎莎的身體,阿仁快醒 我們看日子被吃了 對 美莎在外面沒問題 要快點走出去 但是我們應該怎樣走出去 會然之,我們要找一個出到去的地方 啊,居然是玩這兩個彈傘 欸,牠是小貓 麗莎的寵物,怎麼會在這裡 你怎麼會在這裡 好,被麗莎吃了 蛤,居然吃了自己的寵物 他一開始就不重視了 只是把我當成什麼都聽的 伯仁 我要死了 大概 你們想把美莎救出去 為什麼你會知道 你是什麼人 他是貓 不要理我的事 總之聽我說 身體有創傷是有弱點 他的體內有三個弱點 如果用刀吉的話 說不定你就可以出去 呃 美莎,拜託你們 他死了 這個 萊羅里和美莎是什麼關係 我完全不知道 總之快點離開吧 應該是他之後養的寵物 有機會 把刀吉進去就可以了 我們快點找他的弱點 真是慘貓仔死了 已經死了 貓仔 好麻煩啊 這個 粗紅 這裡是 哇 瀑布 味道好奇 在這個瀑布 將食物融化 即是說這個麗莎的胃 恐怕是胃酸 這些東西可以瞬間融化食物 如果碰一下 我們就會跟食物一樣 那個人的麗莎的弱點 我們要找刀 我們有刀為心嗎 用這個村的瀑布有點危險 都是先拿著 破舊的散 煲蓋 這是什麼? 鍋蓋 這裡有很多殘渣 很骯髒 畢竟這裡有位置 這裡有什麼 對 有個洞 是一條隧道 究竟他在哪裡呢 不是吧 先進去看看 這裡是上層 這裡也要好好 找一找 有什麼 在這裡 找到這裡 這裡不是胃酸的 那些 這條洞 這個洞是吃到 有了 將這個 蓋著那個洞 就行了 食物就不會掉下去 胃酸就停止 原來是假的 我們試試試 食物的供應 停止做 好了 好了,跟我們想起一樣,衛宣墓,快把刀刺在弱點上 不是吧? 整件事這麼有趣 完全不見了? 這個就是弱點我要刺了 就是這個果然弱點 剩下兩個弱點,我們快點找吧 OK,應該是第三個,應該是開了第二個才開第三個 下閘的路好像一直延伸到深處 還有道路的兩邊好像懸崖一樣 如果掉下去就玩完要小心一點 那個弱點用刀刺的地方,我們快點走 掉下去就死,肯定要掉下去了 這裡好像有什麼奇怪的傷過不了 兩海就出,砰! 那就過了 不過是人很強的力量,不用炸我快點走 測試過程破壞,連續點擊畫面 OK 我想知道哪有PC版,我真心想玩PC版 因為PC版,嘩! 那個是什麼來的? 嘩,好噁心,好像最近我快點走 刺馬筋 真心想玩PC版,嘩! 用不用啊? 因為PC版它的畫質好一點,一來 二來就起碼控制得好一點 我從哪裡開始玩? 從頭開始玩? 嘩! 發現了無法預計的筆 請你重啟APP 嘩,有沒有搞錯啊? 嘩,已經重啟了第二次了 果然在電腦那裡用武器器玩,因為實在有點麻煩 我在這裡,從這裡開始 快點把刀加進去 呃啊! 有效果,這樣就能夠弱點一個 我們沒有時間快點回答 快點回答 先把刀加進去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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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果,這樣就能夠弱點一個 我們沒有時間快點回答 再找下一個藥點,然後中間又開了 OK,回來了 好,只剩下一個藥點 中間的路已經開了 好像有點噴噴聲,好嗎? 這裡來的心臟很勤,快點看看那個... 心臟來吧 是麗莎藥點,還可以看到鑰匙 有兩條,真的是麗莎和穆勒 就要踢爆那些傷 肯定是被人追逐 分兩個,好嗎? 龍弱點相連的路在右邊 那我們快點走 嘩,又有這些鬼 我要帶著這群敵人直接去弱點 做甚麼?等我來做有利 畢竟要這麼多敵人逃出來是很麻煩的事 說不定兩個都沒辦法去弱點 這樣說呢,的確是 所以你先去弱點,我吸引他們 由反方去走 為了讓我們出去,因此我甚麼都會做 放到你了人,不要死 20秒內? OK 我在這邊 我已經吃了 還是我要走了? 這裡 不是我走另一邊嗎? OK OK,20秒 我要用20秒在這裡走 先走 嘩 OK 幸好他不會掉到街上 否則我就喊 搞定吧 好,敵人基本已經吸引了我們 之後呢,要相信是人 好,要快點去到弱點所在的位置 有一些敵人來吧 好 OK WOW 搞定 最後弱點 嘩啊 這樣一來 鎖匙消失了? 對呀,這裡是麗沙體 恐怕鎖匙浮在身體表面 這樣下去 這樣一來就可以去到外面奪取鎖匙 只不過來尾沙,就要靠你自己努力 瞬間就已經解決了 阿仁、阿春,你們兩個死了 等等,我不要走那麼快 反正你沒辦法離開 不用掙扎 嘩 怎麼辦 繼續走,最終都會被捉住 就在這個時候 嘩啊 怎麼了 一直追我的麗沙,突然痛苦起來 好啊 難道 那兩個傢伙在我身體做了什麼 為什麼他會露出這麼痛苦的表情 那些人還沒死 難道是阿仁和阿春他們還沒死? 嘩 嘩 下一瞬間,空偶出現了閃閃發光 那個是鎖匙? 還出現了兩條 對,那個是麗沙 還有木勒的鎖匙 想不到會出現在那裡 我要拿下鎖匙 嘩 好像很痛苦 一定是阿仁和阿春在身體做了什麼 我不可以一直逃避 必須想辦法拿這條鎖匙 否則,說不定他們可以得救我 只要他們還有我肚子被消化 即是時間問題 嘩 你為什麼要把這些反抗的表情 你以為你可以拿得到鎖匙? 看來是認真的 嘩 嘩 想不到辦法把鎖匙在他們手裡拿走 但想要逃離龐大的身距 在這個小房裡並不現實 怎樣才好呢 好 巨大化的暴走原因 這個大樓已經逐漸崩塌 這個集底 好 好 因為剛剛的衝擊 走廊的牆上出現了一個洞 說不定可以逃出去 等等 不要走 要找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 好 好,我們繼續 所以拿了鎖匙 但這裡太窄了 要找一些寬闊的地方 這個草原 嘩 站在這裡 沒有得走了 被殺 放棄吧 爬山虎 這些看來很結實 不要走 只能爬上去 嘩 嘩 怎樣 這裡是屋頂 那是什麼 可以看到原子的裝飾嗎 即是說這裡是原子上方 沒有地方走 在這裡和媽媽決一死戰 會立刻逼死我 剛剛聽到玻璃裂的聲音 對呀 太重了承受不到玻璃的重量 嘩嘩嘩 我會不會打死呢 說實話 出現了裂痕 快去倒了 拜拜 嘩嘩 嘩嘩 我的薑 被這個玻璃卡住了 只要把玻璃碎裂 它就可以掉下去了 沒有時間考慮了 要找一個可以打爛玻璃的東西 它卡住在中間 嘩 突然間突然會有個鎚子 突然間 去吧 拼爆它 在這裡拼 停手啊 美莎 這樣一來結束 再見 媽媽 嘩嘩 嘩嘩 玻璃隨著尖銳的聲音 崩塔 這個麗莎已經落到原子裡面 太好了 往下方看 看到被裝飾物刺穿的麗莎 我急速往下就 嘩嘩 你竟然對我 流出了大量的血 竟然敢對我這樣做 這樣一來就結束了 我要回去了 媽媽 之後我就拿了一條鎖匙 嘩嘩 然後緊隨著咬了兩條口出來 嘩好痛啊 阿忍 太好了 看來我們平安了 似乎是這樣 兩個都還在生存 伴隨著蒸發的聲音 麗莎變回了原樣 美莎這個人打贏的 相當好 相當能幹 多了阿忍和春 對了 這個是麗莎和穆勒的鎖匙 這樣一來所有鎖匙都到手了 就是那個時候你們 不要以為就這樣結束了 竟然還在生存 好前人 絕對不可以被美莎的女人 從這裡逃走 嘩 第二被大火包圍 預期讓你走 不如把這個鎖匙都燒盡 你快來做這個鎖匙的陪葬品 火越燒越猛 火勢飛速蔓延開它 把整個鎖匙吞小 走吧美莎 然後在這個燃燒的鎖裡奔跑 火燒了 嘩 出口在前面 又要我走 嘩 糟糕了 這房子開始塌了 那個是出口 只差一點點 OK 美莎 沒事 床口在面前 快點 開啟 開啟 快點用居民的鎖匙 開啟啟啟啟 開啟了 打開了 好 已經完全被火燃爆了 門的設計很暗 這樣下去真的沒問題 你在做什麼 快點走 對了對了 美莎 你們兩個不一起去 很遺憾 我們要留在這裡 怎麼會的 由現在開始 只有這個人 美莎 但是我 從這個炸出去 就看不到人 不是這個 因為你在現實世界 已經死了 你記下了 雖然還沒記下 全部的記憶 但是 人和槍 知道你們是我重要的人 美莎 你這樣沒問題 如果一直 被囚禁在這個痛苦的記憶裡面 活下去 真的沒問題 你必須要跨過悲傷 跨過這些悲傷 這些痛苦 並且你要把被囚禁的心完全解放 被囚禁的心 但是 沒有時間 快點走 將我的事 忘記 要不然 你就會一直被困在這裡 但是 人 沒有你的世界 快點走 不要被自己的心被囚禁 那你會怎樣做呢 可以選擇嗎 可以選擇嗎 我可以停久一點 然後不走嗎 有沒有 應該沒有 它又不會有時間鍵 又沒有其他鍵 會不會等久一點 第二個選項呢 應該不會吧 或者可能要我玩多次 有機會 有機會要我按多次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Ending 可能會是 它不能不走 另外 只有一個選擇 再見 人 我知道了 我會離開這裡 好了 我知道了 再見了 美莎 再見了 人和阿春 OK 這裡是醫院 人和阿春呢 我叫兩個人的名字 但是沒有反應 這裡是 什麼來的 看看床面 這裡看來是我的病歷 病人 金井美沙 這個要注意觀察的患者 為什麼要注意觀察 這個是自殺美瑞被送到醫院 雖然奇蹟感保住條命 但是還沒有恢復意識 意識恢復的時候 很有可能已經是屈抑鬱狀態 需要注意 我自殺 病人都寫了一些其他詳細的東西 經歷過兩次的悲慘事情 患上了抑鬱症 一個是幼年奇的虐待 還有一個 是好幼的死亡 好幼的名字叫做 穴島人 阿忍 對了 我的記憶全部都恢復了 這個是宅內發生的事 和現實連結的瞬間 小時候 受到說有走青依賴症的母親的嚴重虐待 每天都被人打 被人踢 其中都有生命危險的虐待 每天都說你是溫神 以及會令人不幸的否定自我詞語 我總是一個人在公園哭 這個時候阿仁和阿春就出現 兩個擔心受傷的我一直支持我 向二和福利縣舉報都是他們 如果不跟那兩個人相遇 現在可能被那個可怕的母親速搏 真是千軍一發之際 被兩個人救樂 之後我就被福利縣保護 從母親那邊解斷 阿仁和阿春一直都跟我一起 兩個人成為了我不可取締的自有 總是三個人一起回家 三個人一起玩 現在想起來 兩個人安撫了我不安定的心 三個人進了同一間中學 之後進了同一間高中 那個時候的我很幸福 如果我們三個可以一直持續下去就好了 一直這樣想 但是有一天這個夢打碎了 高中二年級十七歲的時候 阿仁得了白血病 知道這個我和阿春都哭 我們悲傷很不甘心 至今還記得阿仁用圍蘭的神情看著我們 是阿仁被診斷為白血病的兩年後 即十九歲 阿仁就死了 對這個現實感到轉望 然後從小雅遮蓋起來的藥小自己再次重演 留下的虐待傷痕根本沒有完全康復 因為和阿仁和阿春一起生活 才產生錯覺覺得自己的改變 所以當我最重要的阿仁死了之後 才察覺到自己的藥小 於是我愚蠢地想要解決 結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最終都是沒有死 一直處於昏迷不醒 也就是說 所在的那個渣是我的心靈 是從現實中逃脫所閉鎖的心 而那些居民 只是我討厭自己和我的過去 五副責任的一種笑的父親 這個魚酒的暴力母親 整天都哭的自己 身為騙子的自己 消極的自己 不相信其他人的自己 然後還有阿仁和阿春兩個人在我宅內 需要幫助我 就好像小時候由母親救了我一樣 眼淚奪得框而出 靜靜地閉上眼睛 阿仁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 你看他好像很生氣 都不懂得說話 但你只是表面冷淡 一直很笨絕地展現你的溫柔 好想三個人一起的時光更加長 現在我哭了 美莎也是這麼喜歡哭 明明笑更加可愛 阿仁阿春為何會在這裡 為什麼呢 我們整個三個人在一起 不是嗎 是不是阿仁 算是 不過這些是淵源 真的不坦率 雖然是這樣 常常擔心著美莎 你說什麼阿春 如今說出我真心說話 我生氣了 快點 不要走 怎麼了 怎麼了 你不要走 你要一直在我身邊 這樣不行 不要人笑 處於三個人一起 你已經知道了吧 我已經死了 但是 沒辦法接受 不要一直哭 真正的你應該更加建強 根本就不堅強一點都 時間到了,尾沙我要走了 不要走,不要丟下,再見 好了,走了,不走 聽我說,阿仁,阿仁 發出對阿仁的呼喚,在安靜的病房空檔到回響著 看過之後哭了很久,十分鐘之後 總之我要去叫人過來,對了,病房外面應該有人 走了出病房,咦? 病房的門由外面被人鎖,為何要鎖 就在這個時候 外面的走廊有腳步,太好了,一定是護士或醫生 他的聲音一點點向這邊的病房靠近 病房的門打開,出現了白衣的醫生 我才剛醒來 哎呀,你沒事給什麼都好,咦? 為何你在這裡?你是我想像中的人 嘿嘿嘿,美莎 帶姐姐一起玩吧,你不想再見到我了 看來你很圍爛 居民都一個個這樣出現,為何? 真可憐,看來你很混亂 為何會這樣呢?美莎 你還沒有蟲呢?一堆一面逃出來 你還沒有注意到嗎? 蛤?我的依褲 我們回去吧,美莎 不要啊,放開我 看耳褲啊,你為何這麼討厭我呢? 和我們一起玩呢? 停止望的抵抗 他有一張鑰匙收窄 你明明忘了嗎? 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還被囚禁的事 什麼? 也是時候對你說 晚安的時候 晚飯前要回來的美莎 失去了意識 嘩 平常結束? 我的天啊,被囚禁的心? 結束已經解鎖完畢 新結局 落得三個物品 通關第五章 慧問品 迷之智能手機 嘩 不是吧 果然是有另一個Ending 嘩,又要重新玩過 無法蘇醒的按摩 OMG 真的要重新玩過 落得三個物品 慧問品 二樓自己房間 一樓客廳 把這個全部龍道手 第五章去燃燒 再前往逃脫之路 無須再次進行二樓 只需得到 進入即可輕鬆解放 可以跳躍劇情 啊,一定要看真結局 不值得了 好啦,我們今集時間 比較長的一集 因為都想盡快解決它 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完這個結局 我自己就對另一個出新的遊戲 比較好大的興趣 因為是關於推理的 而這個其實沒什麼推理的成分 多數都是看你的成分 就是一些看劇情 就不可以說很多推理的成分 OK 那今集時間到這裡 如果想看更多結局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聽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未必會玩真結局 未必會玩真結局 那這個系列之後再講幾多評分 或者幾多分之類 那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幫我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